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环岛拼图 21号上午从宜兰开始 第二站是来到了花莲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惠 以及地方党公职都到场 赖清德表示 为了台湾的幸福未来 希望乡亲们全力吹票 集中选票头二号张美惠 总统头二号赖萧沛 民进党支持者一早不为低温 踊跃参加拼字活动 花莲场要一起拼出对这个字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惠 及地方党公职都到场共同响应 张美惠表示 他所提出的证件 都是攸关民众切身的 可行性大 他炮轰对手傅昆琴阵营 只会用假议题来操作选举 骗取花莲全埔乡亲的选票 他请乡亲一定要睁大眼睛 仔细想想 徐政卫做部分区立委 是说一提出来 他说我们已经砍到剩4200亿了 他拿出来的一个版本 叫做特别条例 前瞻的特别条例 里面是一兆元的一个预算 已经就是说政府 要做100块的建设 你说那太败钱了 了解没败钱 你就赌到存50块 你又拿一个1000块的出来 说你要做1000块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 不切实际 而且是假议题 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一兆元要做 环岛高速入网的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成型 就是都还只是一个计划的名称而已 都没有 你就叫大家要把你举手 贏手这样赶到 当然不举手 不举手他就说 你就是三预算 就是凯预算 其实就是这样误导大家 误导所有花莲的乡亲 而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来到活动现场 气氛达到最高潮 赖清德支持时提出 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 为花莲打造通往未来的 五条康庄大道 包括花莲要有安全回家的路 让有机农业首都成为世界品牌 提升更优质的观光环境 有多元绿能及地热发电的潜力股 以及花莲更是东部居住正义的关键 中央分别在花莲市集安乡 已经推动三处社会住宅计划 未来加上由花莲公教会馆改建的集安乡 北昌安居社会住宅 预计可以超越原本县政府 规定的七百户目标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来减轻花莲年轻人的负担 当其他县市大步向前时 这里却被政治私心所耽搁 还好 过去我们有萧美琴 但一个萧美琴不够 我们希望一棒接一棒 让对的人 未来的张美惠委员和赖清德 萧美琴在对的路上 一起投入壮大花莲的行列 大家说好不好 赖清德环岛拼图要用四天时间从以花东开始 以顺时钟方式进行环岛拼刺 赖清德最后再次呼吁花莲乡亲 为了全力建设花莲 为了台湾的幸福未来 希望乡亲们全力吹票 集中选票 票投2号张美惠 总统投2号赖萧佩 政党票投6号民主进步党 借刘威胜花莲市报道